好 嘉诚是很多乡名的 心目中的女神 但是这个乡名可能不知道 其实女神就在你们旁边 你常常会进去 这个散户讨论区里面 看大家在买什么 我超爱看 真的 但是你看了半天 听说都不会跟他们一起买 我一乡名 不会 不知道 他们讨论股票 我都没有太大的兴趣 像是最近他们很爱聊 保存 伪创 那伪创它那个波段 那我想已经过了 如果你是25块以下买 那你2829卖那就恭喜你 那它现在就是一直卡在28上下 你去聊它干嘛呢 那 我觉得有个很大不同是 因为散户买的股票 应该跟你选的那些都不太一样 应该没有人会讨论大力光 可不可以买 创意可不可以买 可以买零股啊 你干嘛想买零股啊 可以买小力光啦 对就便宜一点就小力光 对 唯利光 因为我发现 因为他们很喜欢 我发现散户超级爱鸿海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独爱鸿海 鸿海有百万小股东啊 对 然后他们是从早上 讨论到晚上 因为还会看美股 然后就说明天一定涨啦 什么这种的都非常的激烈 那我记得有一天 鸿海有发表说 要发多少的现金股 四点多块的样子嘛 然后也是讨论就很热烈啊 哇 明天一定大涨很开心 有买到的恭喜 就隔天也没什么涨 我就很爱看大家在讨论 所以在里面学到了什么嘛 我在里面也没有学到什么 没有 我就是 你在看什么 我就是只是喜欢看大家心情起伏 因为我发现他们很爱骂台积电 很爱找台积电出气 就例如说前两个礼拜吧 有一天联发科快涨停 还是有涨停 因为他接了三星的单 然后大家就骂台积电 其实根本就是不相关的事情 但他们看联发科长 就会骂台积电 说台阯这个烂股票 怎么都涨不动 你看人家联发科 那我只是喜欢看 大家在关注什么股票 原来如此这样 那你有发现他们是 可以追随的指标 还是根本散户是反指标 这些讨论版 好像有赚钱的人都会比较低调 有赚钱比较低调 意思是说上面讲话讲很多的 通常都是亏很多 才会在上面你讲murmur 或是说一些 骂台积电 骂台积电 一些有一个特性 跟他的这个操作方法比较不一样 可能喜欢买一些同班股 买一些比较便宜的股票 是不是你觉得这样好吗 跟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对 商务喜欢说东西跌下来很便宜 我就低接这样 就是他跌了很多了 这样子 他就看左边 左边的高山 价格是多少 跌下来很便宜 我就买 那如果股价是在右边 在高山上 已经涨很多了 他们就觉得 他们就不敢买这样子 不敢追高 喜欢低接 那你知道 有些股票从一千三 已经有两档了 这个历史已经有两档 一档叫宏达电 一档叫国具 都是从一千三百块 然后跌到六百 觉得很便宜 它跌到四百 你跌到四百来觉得很便宜 它跌到两百 国具现在是三四百 但是宏达电已经跌到三十 这样子 所以说股票 不要觉得说跌到第五成 很便宜 因为地域总共有十八成 类似这样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它跌下来 很便宜就买它 一定要它未来会很好 股市就是人性 我们交易就是要反人性 所有人都很害怕的时候 看股灾疯狂在卖的时候 好像觉得世界要崩盘的时候 你只要敢出手 就会大赚 那现在气氛是什么 所有人都觉得天下带贫了 有吗 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 全球股市都在大涨 我们说以投资人的情绪来看 好像已经不怕疫情了 不可能二次爆发了 经济一定会强震起来的 这感觉并不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股市 用跟市场的气氛 用相反的方向去想 通常胜率会高很多 股民的温度计愈乐观的时候 你反而要越小心 对 所以它是提醒你 新手好运要继续 一万一了 所以现在是很乐观 当然它就一直冲 这样子 但是就是尾声